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礼拜五 而且礼拜二嘛 提早三天跟大家做预告 那对我们电台这个 纪念这个T恤有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你礼拜五 来参加我们的抽奖 一个月抽一次 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 我们提醒你抽奖 那抽奖的规则我就不重复了 到时候礼拜五你就知道 那你一定要收听 然后你call音要打进来 那你就可能可以把这个 纪念T恤带回家 那已经绝版了 外面买不到 好感谢大家去到 那我们这个飞碟晚餐 的这个YT的聊天室 在重播的时候 目前还是无法实用 这点特别跟大家做 说明跟抱歉 那到底什么原因 这个我们电台还在了解 就是说 它的这个YT的这个 可能设定上或哪里 还没有查出这个原因 也就是说你现在在同步在看直播的时候 你是可以在聊天室聊天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六点收听 收看然后你是在到 这个晚一点或者明天在看的时候 它重播的时候 它的聊天室它没办法 显示出来 这一定是设定上的哪个部分的那个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有在了解 在处理 这点先跟大家抱歉 因为前一段时间大概约莫 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十几天的那个聊天室 也都没有办法这个重播的时候 没办法看 这一点特别跟听众朋友说对不起 因为我们这个协力的工作同仁都很 很认真很努力在处理中 但是没有办法好 这个是我的这个嘿嘿嘿 这我要叫阿姬啊 这个是美人姐嘿 再前面一点好 这样可以哈 这是美人姐的这个新书 我应该翻翻里面才对 这再一下这个 下面一点好 这个美人姐的签名 谢谢美人姐 我有收到 美人姐以前是我们非碟的主持人 跟那个侯昌明啊 在早上的时段 这个NCC跟中天的部分 我们狗飞火车简单谈 我跟大家讲个故事好了 当年在办这个职棒迁读案 第一波的职棒迁读案 他主要在办实报应啊 其实另外几队也赌了乱七八糟 他就是修理实报应 减调办案就是这样子啊 他从最 柔软啊 从最简单的下手 他去修理实报应 好 那 因为棒球啊 直棒 他需要鉴定 他鉴定说 这个投手是真的 状况不好 还是他故意放水 这个野手 不管是中外野啊 是什么游击手啊 他是真的接不到还是他故意 突出 这个需要鉴定的 这个法官跟检察官是没办法判断的 他需要找专家 来做鉴定说 这个投手你看 前几天 前几个礼拜 前几年成绩都很好 为什么 那个鉴定 那当时这个北院啊 包括陈水扁那个弊案也是一样 北院要找 这个 求平来鉴定吗 没有人敢来 没有人敢来鉴定 然后法官跟检察官就很怒啊 说 你不是每天上电视在评论直棒吗 对不对 那个转播啊 那个什么好球坏球 什么什么双杀 怎么说得好像真的啊 这个刀手的这个slider 这个滑球啊 什么直球 讲得跟真的一样 然后把愿找你来鉴定你不来 好 为什么 那当然第一个是因为钱很少吗 那鉴定那个那个 蔡吕飞笑死人 其实不是钱的问题啊 他也找了很多那个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 甲组的啦 这个大学的有有棒球队的什么 总教练都没有人愿意来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职棒签读案鉴定 这样大家了解了吗 好 有的肉要说脑筋 肉筛是不会为力的 我说到这就好了 内行的就知道我要讲什么 好 那为什么中天的鉴定 这七个人都愿意鉴定呢 这样大家也都听懂了 我就我就不再讲了 那基本上这个这个鉴定 这个包括我们讲的专家证人等等 他在听证会也好 他在法庭上也好 他是要接受挑战的 什么挑战 譬如说李昌玉博士 这没话讲吧 全世界知名的这个形式 见识的这个专家 他如果今天到法庭作证 他的这个整个李昌玉 就是一个品牌嘛 就是一个有公信力的一个 一个代表嘛 对不对 你今天我的这个 专家证人我请到李昌玉博士来 你对方的律师你是要讲什么 你有什么好攻击他的 他是这么有名 这么专业 这么权威的这个专家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找的不是李昌玉 你找的是个名不见经传 从来没有 这个没有什么什么见识经验的人 他上去做证人 他上去做鉴定人 我是律师 我是检察官 看你在控方还是这个 我一定攻击他嘛 对不对 人家那边找李昌玉 你找一个阿萨布鲁的来 请问你这个 拿到什么学位啊 你有哪一个大学的刑事鉴定的这个 相关的比如法医学然后犯罪学等等 你有什么学位 你有什么学位吗 然后你当刑事鉴定几年了 你在哪里当的纽约 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那当另当别论 你在一个乡下地方当刑事鉴定当法医 那个不不不你验过几个吗 好比如说是命案你验过几句大体 好这个不是鸡蛋你挑骨头 这个是直接去问你说 你的专业是什么 你的专业在哪里啊你凭什么来当鉴定人 好其实其实正正常的程序应该是这样子 不管在法庭在听证会都是一样 我觉得昨天那个 NCC那个委员很好玩 人家律师举手要表明异议 律师什么都还没讲他就驳回了 就我看了哈哈大笑 你表示这个NCC这个委员是不行 你人家声明异议依照议事规则你要让他讲 先程序后实体吗 他提出程序问题你要让他讲啊你你你不让他讲就驳回你怎么知道他讲什么 这太可悲了啦太可笑那根本就完全违反议事规则 人家有问题 有程序问题 他要 提出意义你要让他讲啊 他讲完之后你驳回没关系他没话说啊 好载明这个会议记录好我就驳回 我是主席我就我说驳回就驳回啊 对不对 但是你要让人家讲你连你连讲都不当讲对我驳回 我看那个律师一定是一头雾水 你是 你是可以煮齐啦不可以煮齐啦好 那说的有点重点吗 抱歉 台北市医院王世坚 他在台北市医院质询 他说克文哲还债五百七十十十 好这个我们 很多年前就讲过了 我们是2017 2018我们 克文哲在吹嘘他还债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了 但是很悲哀的是还有人相信克文哲我就没办法 那个是假的啦 以台北市一年的这个 总算讲他不可能还五百多亿 你是common sense 不信你改天遇到游淑会你去问他 台北市政他很清楚啊 因为他当过 那个好市长的这个 幕僚 怎么可能还五百多亿 要去唱 所以王世坚 健哥讲 柯文哲超端 这个是真的 好拜托 柯文哲的信徒 赶快觉醒 那讲到讲到柯文哲 我们第一段看这个 今天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民调 民众党还有五点八趴 我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了 我们今天 就美人节那张 我们从这个军售 美国 美国在总统大选之前一个礼拜啊 两度宣布对台的军售 他当然是故意的 故意的 在选前 要帮帮川普 这个对 大陆很强硬 支持台湾 军售 之前路透社 透露是七个军售 上个礼拜卖三个今天卖一个卖四个 所以还有三个没有卖了 好那卖我们什么呢 这个鱼叉飞弹就当作大内宣跟大外宣 因为美国的鱼叉飞弹我们买了很多 我们买买这个空射型的浅射型建设型 今天买是陆射型的这个我们有四种美国的鱼叉飞弹 好吗 我就跟你讲说这个是一个非常 他不是 不是说我们去便利商店或是去什么牛肉面店买东西不是 我们这个东西是完全不对等不公平 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一个军火的交易 好 那其实我们是有雄二跟雄三 我们的中科院的研发 有没有跟这些鱼叉飞弹重叠 当然会有 所以一件事情看你从什么 角度去解读 好 喜欢拍马屁的 好特别我今天在那个 湘明来充康讲的那个军火商 好 那个游说啊 好跟那个 是很可怕的 好 美国的军火商会直接跟立委 好 这个蓝绿都一样 各种的接触啦吃饭啦游说啦 好 这个就是美国的军火商 那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引擎蜂命案 这样是 一定是台湾的这个十大悬案之一然后就非常离奇的 我们的海军 武获士的上校 竟然死在 苏澳的外海 好 当他的大体遗体 飘到这个岸边 到海边 我们的军法医竟然说他是自杀 好 可见军法医是不可信的 那后来当时靠当时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法医啊 杨日松博士说这他杀在哪里自杀你们好了 好 可见军方的东西是不可信的 一个上校死在苏澳 海军总部在台北啊他跑去苏澳干嘛 还在主杀的 一眼都在打啥 好可见国防部的军法局军法医那些 通通都应该打屁股 好 好那 尹清风上校 亡顾 案子没破 当时一路打这个案子人家都陈水扁 陈水扁委员 那算是立委 啊 你说这 这个 白头宫女化当年然后我啦 好那中科院因为我们的中科院他有做了很多的 飞弹跟这个火箭推进器 其实在这方面我们的研发是 相对是有成绩的 好 昨天 这个 有些立委 但我也觉得那些立委很奇怪 特别是王定宇 每次出来都要讲 我们不是之前跟他讲那个什么浅见国照吗 什么国见国照 那个都骗人了 好 昨天王定宇出来讲他说我们有分红 红黄绿啊 红色的是我们不会做的 好 好我们我们现在不会的 好 然后绿的是我们自己会的 好那黄的是 介于两者之间这样 这个 王定宇委员说讲有红区 这个黄区跟绿区 你去看王定宇讲的 最关键的红区的我们都不会 好比如说鱼雷 什么声纳雷达啦什么什么引擎啊什么都不会 这些最关键的 色控那些你都不会那叫做国见国照吗 蔡总统也要用骗人了吗哎我们国见国照 可是很关键的最关键的最最打紧的你是不会的 你是要靠跟别人买的啊这样也叫国见国照 都自己骗自己 实在是没办法 那我刚提到中科院我们研发的这个雄二雄三 还有包括这个雷霆2000的我们这些火箭 你觉得美国军售 他为什么卖我们这些 他为什么卖你鱼叉飞弹 那我们的蔡总统跟国外卖说哎 三百兄弟 我就有雄二跟雄三啊 可能没有你的鱼叉飞弹这么好可是我有雄二雄三啊 我想跟你买说我现在没有的 我中科院比较做不出来的我要买这个啊 对不对 那我都有雄二雄三的我还跟你买 鱼叉飞弹干嘛 他很多地方是重叠的吗 那美国的比较好 中科院很抱歉然后可能是美国的比较好 可是我雄二雄三也不错啊 我是不是应该是 抓得多得我去买买我没有的 买我最需要的 买我做不出来的那才对啊 你怎么去买 那你都有雄二雄三你还买我跟你讲 熊青 这个不是我乱拜的 这个中科院早就看不得你去问中科院 看共是真的假 他们早就反映说那我们干嘛跟他买这个啊 那可是还是买啦 可是绿眉不会跟你谈这个绿眉就敲锣打鼓哎呀 哎又有飞弹啊买到了 那你们这些不要当中共的代理人啊不要帮北京讲话不要唱好啊 人家没有我们飞弹你又陷 那个就是白木啊 我说 会跟着绿眉这样起舞的人是白木啊 因为你不懂啊 哈买什么都好 这工这东北七 我告诉你啊这些东西我们都 有我们做不出来的我们应该优先去买 而不是买我们已经研发的我们的熊二熊三还有我们的这些火箭什么的 中科院 拼很多年我想美国是故意的 你这个要量产了哈 你这个研发的不错我就卖你啊 你买不买 欺负人啊 好这很多 很多人以为什么 川普对我们很好 你从这边就知道 美国的军售 好 那这个昨天这个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呛 说他制裁 结果今天美国就宣布要 又要卖鱼叉飞弹 这个有点巧合 那刚刚这个大陆的外交部另外一个发言人 这个比较有水准跟气质这个汪文斌也出来讲好他说我们一定要 表明严正的立场 那基本上 呃 让大陆他一定表态吗 我们跟美国军售买几十年 好从817公报以来 买了几十年的武器 每次买阿公都会抗议啊 但是我相信大陆的专家因为两岸的战力非常的悬 好不只是国防预算 不只是这些什么船间炮利什么的我们都打不过 美国卖这几十枚几百枚的飞弹等等 好这是什么 F16卖个怎么几十台什么 他对两岸的 这个战力的这个平衡或是战力的那个 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有影响他就真的翻脸了 就是没什么影响 哈你们要买 那你们就是要去 因为我跟各位讲两岸的战力全数 这个军售比较像是保护费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美军嘛 没有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已经被撕毁了 没有美军像日本 南韩都有美军 在那里之前菲律宾的那个苏比克湾 是美军的基地 他们也有美军那现在没了 那我们这边没有付钱啊不怎么办 对不对你看川普 当然日本像这个 琉球那边这个美军在面很多的问题啊 那南韩也是一样川普都跟他要钱啊 逼你买啊 好你不买他就骂你然后就怎样刁难你 其实跟美国交往 不是免费的 很多人以为是免费的 没有免费这种事情 而且代价是非常的残酷啊 你要去当他的这个 马前竹所以我希望大陆的这些官方啦 因为我相信他们都很清楚 卖你几个飞弹 是怎样 最整个两岸的部分来讲是没有什么 我们一年的这个国防预算大概3500 3600 新台币我们台币在353600 大陆的我们用新台币算 一年大概5兆多啊 将近6兆 那是我们的十几倍将近20倍 你看 预算这么的悬俗十几倍20倍这样的 落差 加上他们的大陆那边这么多年来的这个 他们解放军的训练什么我们是打不过了 卖这几个飞弹而已就 但是我们基本防卫的这个概念 这个还是要有 好我们来看这个游英龙的台湾民进行会的民调 他说如果两岸开战你认为谁要负责 那游英龙号称民调专家 我觉得用这种民调 基本上 意义不大 你说问这什么问题我一直看不太懂 我还跑去台湾民意基金会的网站去去 研究的一番 如果两岸开战你认为谁要负责 56%认为是阿共 22%认为是蔡政府 12%认为双方都要负责 因为我刚批评的问题 到底为什么开战呢 对不对 我们这边忙我们的事情 他们那边忙他们是为什么两个会打起来 这我们现在两岸的问题台湾的问题 是习近平的这个 历史的上面的第一个要务吗 显然不是吗 显然不是啊 如果你是习近平你现在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台湾拿回来吗 应该不是吧他有别的事情要处理吗 好 那我的意思说 呃两岸 马照跑五照跳就忽然打起来了 为什么打起来 你现在民调说如果两岸开战的谁要负责那你这什么问题啊 游一龙你懂吗 如果说 大陆他是为了什么 转移他内部的什么什么经济啦或是什么的问题 他要转移焦点我们就打台湾 我们要 解救台湾的同胞我们要这个 解放台湾 我们没有怎么样他突然打过来了 那当然是他负责啊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这边的譬如赖清德当选总统了 赖清德宣布台独了 假设了 因为赖清德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 我一直不太懂他的务实在哪里啊 从赖清德从政以来 他为台独做的什么 他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anyway我说 假设是我们这边的总统不一定是赖清德 他宣布台独了 台湾独立 我们改宪法 然后大度打过来 那这是要怪谁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调 他如果两岸开战你认为谁要负责 56%阿共 22%蔡政府 12%双方 那刚刚讲可能台独吗 可能是武统吗 或者这个误判 好飞机飞来飞去这个 到时候我 我们的 或者他们的 不管哪一边 忽然开火了 虽然两边都讲不开第一枪 可是突然打起来了 好有谁的飞机被打下来了 那怎么办 那就群情积分 那就跟匪机不一样啦 匪机是大家打一打 牛打一下什么的 你就算了 没有重大的伤亡 这个就 住院之后都出院 那就算了 如果是飞机被打下 那不得了 难道飞机打下 我们还要点点吗 你看那个利荣那个 昨天那个我们都没有时间讲 15号被香港赶回来 后来 22号遇到那个台风啊 昨天飞没事啊 然后没事大家都点点嘛 国民党也不讲话 一台飞机被香港 被香港的驱管中心赶回来 那这样子我们也不抗议也不干嘛呢 我们昨天有飞过去的 游云龙说我们应该高度团结结果 既然出现分歧 这个我是不太赞成 我同意要团结 这个分歧 就是你民调设计的问题吗 你说两岸打起来谁要负责 那为什么打起来 对不对 莫名其妙打起来那到底谁要负责 比如我刚讲的那个状况 好这个海峡中线啊 他们的这个飞机我们的战斗机呀等等等等然后忽然开打了 那这算谁的 算谁的 你如果真的飞机被打下来那这个就不是 像飞机这样子可以交代了 一定是整个义和团吗 好因为那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要出来 你打我我们的飞行员殉职然后怎么样那这样 那两边就可能就 为什么开战吗 好所以我用昨天的那个好来我们来开放我们的口音电话 02363955如果两岸开战各种的情况你认为谁要负责这是有一个民调 就昨天我们在谈到美丽湾 每个人认为他都是对的 可是最后结果是错的 好我用香港当例子 香港的民主派 我们要真普选我们要双普选 我争取我的权利有什么不对我认为我是对的 政府不理我我就上些抗议吗 港府也认为他是对的 我没有办法退让 北京也认为他是对的美国也认为他是对的我我支持香港我声援香港 蔡政府好好的运作哇剪刀枪 香港反正中每个礼拜闹 蔡总统民调就起来 就每个人觉得他都是对的 香港抗议的朋友支持北京的朋友支持民主派的朋友 港府也认为他是对的北京也认为他是对的美国英国都我们都是对的 蔡政府也认为他是对的我们人道深远 香港的朋友来啊我们来来这个搜留来什么看怎么保护他们 每个人都认为他是对的香港现在变成这样子 我希望我们台湾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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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个地步 大家都认为是对的结果结果是 结果是错的那就完蛋了那就整个 香港现在回不去了 好所以两岸开战什么这个知识体大 不是那个 我们网友在聊天室这个呛武统 好这个逞凶逗狠能够能够决定 当然是希望蔡总统 跟习近平他们 两岸的最高的领导人 想办法来化解这个僵局 特别是共鸡这样一直飞一直飞 那国防部都每天都报嘛 绿媒就今天有谁 哪一台飞过来然后又怎么样我们拍到什么照片什么 每天都在插这个呀 你看看我们昨天讲的 国庆的预言 一大早把台北的吓得乱七八糟 IDF在台南飞 把台南的吓得乱七八糟没有必要 好所以大陆不要再扰台了 好然后我们这边也要想办法来处理 好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在那边办了来我们来接call in 02363995来贝勒晚餐你好 你好你好您助长贵心你好 我已经打了两三年了不容易打进去 杨先生你住哪里 我现在 现在住台北 台北杨先生来你请说来 我请教你我们跟香港有什么关系 杨先生我们没有这个这个那个呢 我不是那个 KTV没有点播的 你讲了 我知道你说你 你现在在讲说这两岸开打有什么关系 杨先生你要就你要就讲你的立场了 我没有要跟你讨论了 你讲你的你你讲给大家听这样子 你说两岸打起来谁的 不要负责 不是啦你你不要问我的想法因为我已经很厉害了 你讲你的啦 你卡来又要跟我问我们跟香港什么关系 我解释完光语都来了好不好 我说你跟我说两岸两岸什么关系 我的立场很简单啊 两岸两岸打起来 就是老百姓 老百姓负责而已 没什么负责 做关系大家都没结议 八成有结议而已 老百姓负责 老百姓戚好啊 对啊 这样没有啊不然你要这样负责 做关系大家 好看一看的 钱看一看的 这样而已 杨倩你讲你卡两三年你就是要说这个吗 你有其他想要说吗 我卡两三年不是跟他说这个而已 来来来你说百行来 我只要看不说 我刚才说民政党的 还没说的都总有 我对韩国的 中充三市中 你是不是要卡在哪里 我只要说 今天坐在这里 你说要卡电 杨倩你赶快讲 你不要你不用跟我讲这个过程 你想讲的是什么 啊 我现在要说的太多 我都说不完 我说我继续不要说 你现在这年结婚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你也好了 我 你要说你都绕圈子讲 我都没办法 你每天都要扣音 我扣音就扣不住了 来来来来 杨倩来 让你讲来 你现在讲 你不要再扣拖出品隔壁 你想讲什么你赶快讲 好来来请说来 讲这个国民党和民进党 我只要说 民进党他现在是 这个是 末代总统 末代总统 对啊 我看的是末代总统 因为我们台湾的总统 你把民参的 大家家庭都有缺陷 没有这个完全的 我们现在是 跟这个 10行都没有 因为你对立定位 主任国 都没有疼 啊 旁边没有 丹燕 没有 丹燕 你讲这个我就不听了 好不好 你说这一台跟这 没什么关系 这都是道听途说的 好 你跟什么 金国先生没有小孩吗 这个这个你讲的都帮我呆住 我觉得去讲总统或是领导人的什么家里的什么事情那个 那个比较不妥啦 啊我我我我没给你讲啊结果你讲这我就我就去罗了啦 我都给你给你吃起来 你讲这我感觉 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个昨天还有朱农 在应该在立法院吧 讲说蔡总统没生儿育女 所以什么开放 这个跟他有没有生儿育女有什么关系呢 去年那个张善政啊 才被骂 就那朱农还讲那个我看的在这个 昏倒 你们这就是朱队友 他有没有生儿育女跟他当总统跟他 开放这个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就跟你讲过 如果今天是韩国瑜当前总统他也得开放啦 我真是知道 韩国瑜做总统美国最上要逼 第一开放桌子军 蔡总统的事情 不要去说人的事情啦 说什么人 不 不结婚啊 是什么人家 怎么又怎么 是无数难 我感觉说那不好 杨先生你要听我口吻了 你可能打我的肺 啊我卡卡減看我卡牌 你讲这个我是我是不让你讲的 谁谁打来讲这个我都去切掉 我要跟你说明 你说你卡两三年卡来结果你跟我讲这五四三 我对你很失望的 你有什么事情你想要讲的 我也拔时间给你了 我没帮你吹车 那你就讲嘛 我也想听听看你两三年要讲什么 结果你跟我讲这个我是来 卡牌 好因为我是主持人我一个人对很多人 请你两回来 控制二三六三几个人跟我来 菲律晚餐你好 你好会员哥你好 你好你好你住哪个姓你好 我是从台北 内府要开往基隆的 阿翔 这跟大家有什么关系吗 内府开到基隆这现在是怎样 那就是这六年来啊 内府赶快塞基隆赶快不改变 你现在要说科匹的事情就到 我没要说科匹 我只是觉得台湾都没有在 进步啦 所以阿翔你骑鞋你嫁人 对我骑鞋你嫁人 你来后上班 你来后上班 内府特学院去 每天上班都搭车 搭车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 六年来还是一样 你特别强调六年就是科匹当市长六年这样 对啊那个我们基隆是 是换市长林市长也是六年了嘛 你说林又昌啊 是是是 他有办法处理这事情他请他有办法 没有啦我是觉得说基隆是没有进步 好啊台湾有哪个县市建步你告诉我 哈哈哈 我就不晓得 每天忙工作 你觉得花莲台东有进步吗 真的是 我有什么也是啦 因为 真的你现在目前 上游 上游 上游父母下游小孩 真的是没有 没有地方跑 没有时间有地方跑 我觉得这种我要讲两点 来 第一个 做到我们这个税属 那种上不上下不下的一个 大企业的主观 我觉得 理智比面子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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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 我想要反馈的就是说 台湾的立场在国际地位上 你有了理智你才会有面子的 你真理智你真面子 你从你的工作讲到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是活塞的呀 你这个跳动也跳太远了吧 那这是人生走了一个力电之后 你会觉得说 有感而发 有感而发 来那个阿翔来第二点 我期盼管他你要讲第二点来 第二点 我 对国民党一个很强势的建议 来 就是 要有一个强势领导人出来 不要在那边 不要在那边 各讲各的各自放嘴炮 那个阿翔你来推荐一下国民党的强力领导人是谁 我觉得几个两个人不错啊 香港的啊 我去投他啊 还有一个 投友谊啊 你讲这两个人 大家都讲说 每次都讲说我专心市政 他故意的啦 他就要假鬼假怪 他就他就不想跟国民党年太几年就要选党主席那么好了 何必呢 但是你是在 你现在是国民党人啊 那他是在 他在为他自己 他为他自己 有心人应该这样出来 老一辈子就算了 阿翔谢谢 感谢你帮助 我时间关职请你两回来 哈罗你好 你好 你好 是台北 毕竟简 简先生来你请讲来 是 我想谈一下就是我 我觉得其实 我最近我在学校教授 我最近很感觉就是 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岛屿上好像愿意负责任的越来越少了 我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政府官员他做任何事情他也不负责任 反正他就 他就做任何决定都是为他自己着想 他从来不会想到是百姓的 苦难啊 或者百姓的生活 是什么 然后也包含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啊 年轻人投票啊 你问他们为什么要投 他们也搞不大清楚 反正投了投了 他们爽就好了 爽完之后呢 我们就跟着完蛋了 简老师这 二三十年来不都这样子吗 可是 所以我才会觉得很悲哀也很失败 你难道这几年才发现吗 不是这样很久的吗 我年纪并不大 大概四十多岁 但是我觉得这十年 我教书十八年了吧 我感觉就是 整体来讲我会觉得就是美下鱼狂 而且我自己个人研究的东西其实 在这国家也算是比较政治不正确的东西 所以到最后可能 可能也是只好被迫离开我的互乡啊 到别的地方去啊 是敌国的文学怎么可以研究 哈哈哈 那你当初实在是 很不会选啊 怎么去学这个 还蛮悲哀的 我觉得我还是 我还是有最后一点的希望就是我今天学校跟学生 在教的时候 在教学的时候我提到这种责任感 比如说 每个人都应该要 都应该很勇敢去承担一些事情啊 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我的故乡 为了我的后代 为了什么什么 whatever 很多理由啊 我总是觉得 这个责任很重要啊 就我今天这个学生题的事情 那我也会觉得说 嗯 像刚刚讲的什么美朱啊 或者说是什么有的没的 甚至于说 我昨天看到这个NCC的那个经纪会 我也觉得 大家都学的什么都无耻啊 不要脸到几点 好 金老师谢谢你 谢谢啦 谢谢你来捧场 感谢 金老师你说出很多人的心声 我们进广告 非礼晚餐 我是 陈回伟我们来看这个游英龙做的同一个民调啊 就刚讲说这个两岸如果开战谁要负责啊 那他也依照观念问的这个政党的支持度啊 民进党支持度33.6% 国民党是16.9 啊 所以民进党是往下降 民党 这个上个月的调查是41% 那往下降 国民党也往下降 民进党降的比较多可是国民党也降 所以还是民进党这个遥遥的领先 再讲一遍民进党33.6% 国民党是16.9% 那另外柯P的这个民众党是5.8% 时代力量也5.8% 陈柏惟的这个台湾基金党4.48 这个我要讲一下 柯P我就不谈了啦 你讲这个柯P我就交给坚哥去处理 时代力量这么多丑闻 党主席 我不要讲名字 你知道现在实在力量党主席是谁吗 我看可能只有1%或2%的人叫出他名字 实在力量跌到这个党主席 5.8% 台湾基金党4.48 这个我也很压抑呀 因为台湾基金党是在 部分区立委他只有3% 他从3%变4.4% 我看这民调实在是说 诶当然也很佩服 这个台湾基金党跟陈柏惟他们 真的你的这个你的丙在变大 然后时代力量这么黑还有5.8 柯文哲倒行逆施也5.8 我看郭民党在16.9实在是 好没关系我们看下一个没有支持任何政党是29.7 那这个算中间选民吗其实我们的 这个 政党的党员都很少 好这个我也很佩服这个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的党员只有两三千人 可是时代力量在部分区拿到109万票 我只有两三千个党员 可是我能够拿到109万票 所以 雄青 这个东西选举这个东西媒体这个东西 大内宣大外宣那个东西 他这个洗脑 洗脑是很有效 洗脑是很可怕的 我把你洗到你这样 黑龙洗脑你根本搞不清楚啊 啊美国卖我们鱼叉飞弹感谢川普啊川普加油 就如同我们刚我广告时间跟阿贝泰国对话了 我们买的任何的军售的零件 维修 好卫星的定位 参数 控制人家手里啊 所以我建议大陆不要反应过度啊 因为大陆知道我们买的是个壳啊 你打完了就没有啦 我们自己也不会维修 我们说F16零件都跟人家买的啊 我们的后勤的维修没有办法建立起来 你所有的东西是控制在美国手上 你如果不乖 你如果不听话 我断你后勤维修你那些东西都变成装饰品啊 我们的国防部知不知道知道 国民党跟民进党知不知道 蔡总统马总统知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可是被洗脑的人不知道 哎呀川普好感谢啊什么的 立委就给你洗脑嘛 你看他明天怎么给你洗脑 你看就知道 条纲够严 好 那刚讲说民进党这个执政自爆 我从端午节之前讲到现在 中秋节都过了怪怪 民进党会自爆 我当时的预测 这个 多立文我这个是超前部署的吧 我这么早之前就讲他 他会自爆就他一路开始自爆给你看 可是民进党执政自爆呢 国民党的支持度没有见起色 为什么 所以这个告诉大家 你时代变了 以前只有两个烂党吗 蓝绿两个烂党现在不一样 好 所以 讨厌民进党不见得会支持国民党 两个烂苹果啊 民进党做这么烂民进党开放美朱哎呀这个太好了 我们捡到枪了 不见得 我再讲一遍 时代变 国民党如果还是那个那个 报产首缺那我就没办法了 好 今天自由时报带风向啊说韩国瑜如果选党主席啊 这个朱立伦跟江启臣啊可能会合作 哎呀这刚刚我们Coin的朋友也提到这个 阿翔 提到韩国瑜跟后瑜 因为国民党在党主席很难当 即便马英九当时是总统兼党主席都这么的辛苦 江启臣是阳春立委也这么辛苦 我我才不认为侯友宇会想去选党主席因为你你你你骂他打他他也不愿意去选这个党主席那手也知道 他说叫韩国瑜去选他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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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棍 好没有党公子你就要去选党主席 就算韩国瑜选上了 也带不起来 就回到他那时候就要人没人要钱没钱 卡在国民党主席那位置上最笨 讲句实在话 那自由十八写说韩国瑜持续露脸 维持高影响力 韩国瑜持续露脸吗 哈 我我我我不讲的那你你你到底下这是什么意思我都看不说韩国瑜有持续露脸 他很多行程他都不愿意去 很多地方的韩粉的组织 希望他来 他不愿意去啊那这样叫做持续露脸这个我也觉得很好玩 那里面写到黄复兴一个活动叫复兴启程 用江启程那个谐音这个黄复兴党部 说江启程在 这个对他最弱的军系的那一块这个也是 我都不好意思讲的太话讲太重 因为黄复兴党部 在国民党他是一个没罪 他是个累赘 黄复兴党部的功能 跟10年前比跟20年前比差太多了 好黄复兴党部的凝聚力向心力跟这个票源 也大不如浅 事实就是这样子啊你你问那个余北辰余将军看我讲的对不对 好整个黄复兴党部他会慢慢的 好老兵不死但是逐渐凋零 现在的黄复兴跟10年前20年前的 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说江启程去经营这个黄复兴党部 不是有讲那个 游云龙那个民调吗他有调查那个你最喜欢跟最讨厌的政治人物 吴思怀还上榜 好当韩国语也上榜啊就最讨厌的政治人物里面 有吴思怀也有 韩国语啊 好 那我不认为说江启程应该去选这个什么桃园啊或是选这个 国民党主席那也是江启程自己决定啊 我认为好不改革啊谁当国民党主席都选不赢 他不不不是不是谁当当主席朱立伦也好 好或是 任何国民党有兴趣 选党主席选总统的 他这个党就是这样子啊 啊 好我们来讲个比较轻松一点是这个许淑华委员 他昨天接受王浅秋的专访 然后后来记者问他那个清韩人士 许淑华说从哪里来的 我今天遇到郑造星啊 我就亏他我说你是韩国语的核心幕僚吗 他会人哥不要再闹了 王浩宇啊 我跟王浩宇同台之后我今天才遇到郑造星 我问郑造星说你算韩国语的核心幕僚那开玩笑啊 当然不是吗 他怎么是核心 你说他是韩国语的幕僚我OK 郑造星是韩国语的核心幕僚 这个有点那个 那以郑造星因为我觉得他是国民党终身在里面 表现非常好 我以我对郑造星的一点点了解他不可能跟 王浩宇讲说韩国语要选桃园 这种三百事 郑造星是做不出来的 好那我觉得他到高雄去历练这个局长 然后现在回到党中央当文传会的副署 这个历练对这个 这个这个证造星是很重要的国民党就是要这样 好这个你你的世代的交替然后各种的这个 有必要啊如果如果再这样下去也等着民进党字报可是国民党又拉不起来 这个危机的讯号是很明显的来我们进广告 飞机晚餐我是 陈惠文那个 前面那个台北阳线我比较抱歉 因为关于政治人物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批评他的 政策啦他的 所作所言讲人家的家庭的一些 缺憾或是残缺 我你你类似的言论其实街头巷尾很多人在谈 也不是最近从 那个谁啊 马英九当选之前就有人在讲 我觉得这个对当事人很不很不好 希望你能够谅解 你也许有台会让你大大谈特谈但是我很抱歉 我这个人有我这个 这个机车的地方 好 那我也没有要去 逼你赶快讲什么我也让你很长的时间 你两三年要打你到底要讲什么 希望大家都有备而来 很快那个 我们这个礼拜会抽奖 然后很快就到元旦 重新 一年打一次 你看全国这么多call in 节目 其实也没很多 除了卖药那之外 其实不多了 也没有人规定一年打一次 只有我这么笨 好教大家一年打一次 感谢感谢 旁边好 那我们看这个王世坚批评柯文哲这个操杂部分 我希望支持你可以支持柯文哲 支持台湾民众党支持柯文哲这是OK的 好这没有问题 但是 请你要了解柯文哲讲的还债是骗你的 这样就好了 那我就是喜欢阿伯啊我就说投给他怎么样我没有意见啊 但是你不要被他骗你以为他有还债那是骗你的 那就是用这个会计的手法在作账 挖东墙补习奖器他没有还债 简单讲就这样就我觉得大家这样一直被他骗 我觉得不应该 他讲得很像他 跟娃娃娃娃什么收拾烂摊子什么 真的很差 好所以民进党也要付出代价当初就是民进党去 支持柯P 台北没有派候选人 那柯P跟联盛文群然后柯P就就赢了 好 那很多朋友对中天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细谈 好 这跟这个有有我的这个 很抱歉的地方我跟大家解释就说 这个 NCC的独立审查人 是非常可笑的一个这个设置啊因为我不晓得NCC哪个 这个学者 他从哪边想出来了 全国只有一个 新闻台被要求设独立审查人就是 仲天 好 那独立审查人应该做什么呢 我看昨天NCC委员问那个 这个陈教授陈清和陈教授 陈清和是我们少数的 大众传播的这个这个 教授里面他有 实物跟理论的这个同时都有啊 他当过台式的董事长 陈教授在政大在世新教授很多年啊 他说你独立审查人问他说你一个 一天看几个小时的 中天新闻你问的什么问题啊 那那你那NCC委员我想问你那一天要看几个小时呢 早上6点开棚 NCC委员你知道早上6点开棚吗你搞不好你不知道没关系 什么时候收棚 有人12点收有时候有时候是1点收啊 遇到重大新闻还通天棚 那你认为一个独立审查人他一天要看多 多少个小时的新闻 这样才可以 好所以我在冲康看到一些网友已经给他 给他改进了然后怎么 黑起苛刻 没有人知道独立审查人要干什么啦 NCC这个这个 以前叫自立委员会 现在弄一个独立审查人 我觉得都非常的这个好笑啊 谢谢 明天见拜拜